马河餐厅 今天都是海鲜 今天都是海鲜 那公平竞争行不行 我先来 小包一包 甜甜吃 反正都是海鲜 随便吧 我就知道一点惊喜都没有 看来今天大家的运气都不错嘛 阿正 我要换一个 不忘班杰是命 风险不有人骂 无法 郑哥 我饿了 我刚吃的嘛 又饿了 家里只有面了 是吗 我才不得今天 你们记得 这碗 我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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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些不饿了吗 听说夏天更火锅更大哦 没有了 咱就拿一包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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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 隔壁王寡妇都够用过来了 先把排骨切好 给它做成小块 用生粉给它清洗一下 能更好地洗出团杂 加盐 料酒 生抽 蚝油 老抽 一点胡椒粉 给它腌制15分钟 这个时候准备点油豆腐 对半切开 更入味哦 再把腌好的排骨盖上去 撒上葱姜末 入味的关键 就是这个野生椒豆豉酱 平时的家常炒菜 蒸菜都可以用得上 再放到高盐锅 上去炸20分钟 就可以了 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 一会儿捡回来的排骨 不要老是包汤柯 像我这样整个都吃 也非常不错哦 白猫 阿珍 吃饭了 他们都不在 那我就不客气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哦 啊 五个人吃饭 读不读啊 忙活餐厅 今天开始咯 哇 都吃咯 全是肉 今天又搞什么鬼 哇 真的是肉 它真香啊 今天这局面 我误打烟烟烟也是好的嘛 哇 这么多酒 整个自己赚钱了 嘿嘿嘿 那我这个更不用说了 啊 阿渣啊 怎么不用拍我 我又没有说有多少嘛老大 哈哈哈哈 那你讲好了 啊 啊 啊 有没有人尝过这个青椒豆豉炒鸡蛋的 做法很简单 两分钟就能吃香饭 先把鸡蛋下锅炒上 盛出来备用 锅里的油烧肉 放上豆豉和蒜片 这个菜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野山椒豆豉椒 是四颗辣椒的湖南口味 炒香之后 先把青椒下锅 大火翻炒两下 把刚刚炒好的鸡蛋骨加进去 生抽 蚝油 胡椒粉 炒均匀就能出锅 吃饭了 看这个菜是不是很简单 下饭的很 不管是吃面条 拌米饭 加馒头 都好吃 野山椒豆豉酱 给你们挂小黄车咯 喜欢的去拍哦 你在干什么 这么强 炒辣椒啊 肯定强啊 辣椒不是你这样炒的 我来教你 搞黑暗料理 一刀两段 用点力嘛老大 有肉了 下辣椒 对 这样子压一下 翻一下翻一下 好可以放酸了 来点盐 好继续放 香味出来了吧 来一勺生抽 来一勺我们家的豆豉酱 再来一点 这个好香啊 可以了没有 来来来 可以了 我刚刚就是想炒出这个味道的 先飞了吗 下次自己做 好香啊 嗯 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曾哥我吃完吧 好啊 总吃了